好 那我们还是把握时间 我们之前跟大家上过三次论语的主题 那今天要进入这个孟子的主题 这个好像有 要进入孟子的主题 那我也是把孟子的材料挑出来 那么分成这个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行人证的政治哲学 那第二个是孟子对于性善论的一些讨论 第三个是孟子对于一些功夫修养的观点 那么孟子哲学在中国文化里面 有一个相当的重要性 这个重要性就是说 在如、是、道、哲学的比较上 孟子哲学就是一个最早的 儒家最好的功夫修养论的哲学体系 那这个功夫修养论的哲学体系呢 非常重要 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孟子把怎么样讲修心的功夫 讲到了相当透彻 那这个透彻呢 就是说 不是像论语里面 碰到什么人问什么问题 然后就回答你该怎么做 而是说 针对所有的人 在所有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 心性修养的功夫 那孟子 所以孟子的功夫修养论呢 讲的是儒学 早期先行儒学 就讲的最深刻 最重要的重点 就在功夫修养论 至于孟子的功夫修养论 之所以能够讲得这么深刻 那是因为孟子建立了人性论 性善论的人性论 性善论的人性论呢 建立好以后呢 那么它的背景 其实就是一个天道论 那什么叫天道论呢 就是天地万物 之所以有天地万物 为了什么目的而有 那么如何而有 这种问题叫做天道论 那么有一些系统里面的天道论 是上帝或神明创造的世界 中国的道教 这个西方的基督教 是这一个类型 但是在儒家哲学里面 的这个天道论 并没有诉诸一个位格的神明 来创造天地万物 而是诉诸于一个理性的原理 或理性的道体 所以儒家的这个天道呢 是一个意志的原理 或是一个智慧的原理 或是一个充满了价值意识的原理 所以是因为有这一个价值意识的天道原理 然后有了天地万物 有了天地万物以后呢 包括人 这样的一种这个天地万物之一 天地人三才的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他的人性 就是孟子在建立讨论的 那孟子为什么要建立人性论呢 所谓人性论就是 每一个人都共同有的本性 当然每一个人 有他的个别的差异 那每一个人有个别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去算命 你有这个差异 比如说你跟人家互动 一下就知道 你这个人性个性很急 或你这个人个性 这个很积极 而不是很急躁 或者是很懒惰 或者是你这个人很稳定 很稳重 这都各种不同的 个别的人性的差别 那孟子要建立人性论 关键的原因在于 因为孔子要求 他的弟子每个人要做君子 甚至要做圣人 那么弟子可不可以 不愿意做君子 如果不愿意做君子的理由是 我就个性是这样 我的习习就这样 我没有这个才能 那么他是不是就有权利 理由 找到了理由 合理化的借口 他可以不做君子 那这就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孔子是教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人都要学做君子的 但是人们可不可以 因为我没有这个才能 我没有这个禀赋 我天生没有这个个性 因此我不做君子呢 这就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所以孟子要来回答这个理论上的问题 讨论这个理论上的问题 孟子的做法就是 建立了每一个人都有良知良能的 性善的本性 这就是一个人性论的建立 所以孟子建立的人性论 就是要去说明每个人都有性善的本性 因此呢 每个人都有能力 发挥这个性善的本性 而成为君子 更重要的事情是 每个人都应该要发挥 而没有理由可以逃避 如果逃避的话呢 就是自己放弃 自己就是自暴自弃 所以孟子哲学呢 最精彩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这个性善论的人性论 然后呢 因为这个性善论的人性论建立了以后 那孟子就可以提出非常多的 修心养性的这个方法 这叫做修养论 或者叫做功夫论 所以第一个是讲性善的人性 第二个是讲这个修养论 功夫论 那么为什么我一开始说 这个东西在中国如是道三教的比较上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呢 因为如果我们讲修养论 就是心性的修养 那么心性的修养 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心性修养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 哲学上的术语叫本体功夫 可是大家可以先不管这个 那这个模式就是 你要纯粹化你的念头 你的意志 在一个明确的价值观上 那儒家就是仁义理智 那佛教呢 波罗或者是菩提心 等等 那仁义理智就是为社会服务 让社会变得更好 那般若或菩提心 那是佛教的东西 好 但是不管是儒家还是佛教 只要是人要做修养 就是心理的修养 心理的修养呢 就用那个明确的 这个宗教学派的价值意识 作为我们念头的标准 我们的念头就只能有这个价值意识 不能有别的价值意识 然后呢 依据这个价值意识 然后呢 纯粹化我们的意志 然后行为就依据这个意志为标准 当然还有很多具体的情境的 这一个处理的方案 那就是论语里面 就是具体情境处理的方案 所以论语里面 孔子针对一个情境该怎么做 针对一个学生 他的个性 以及他所面对的环境 该怎么做 所以论语有非常多的这个 因材施教 具体的行为的道德条目 但是这些具体行为的道德条目 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那就是心 依据性善的人性的价值意识 纯粹化我们自己的价值意识 然后去实践 这样就是孟子的 人性论跟修养论 那么佛教在讲修养论 或者是道家道教在讲修养论的时候呢 作为修养论的活动形式 都是一样 就是心意志的纯粹化 所以道教一样讲修心修信 佛教一样讲念头上修行等等 这个明心见性等等 所以这个话语是一样 但是当然如道佛还是有差别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那个价值意识不一样 可是修养就是心意志的纯粹化 念头的纯粹化 这种行为的模式是一样的 那孟子就是最早把这种行为的模式讲清楚 之后道家要讲修养论 佛教要讲修养论 只要舍及的是心理修养 而不是身体的修炼 那么这个语言的模型 就是孟子讲的这一套 有时候会讲说 道佛也用的是孟子的理论 那其实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 那个活动的形式是孟子讲的这样子 但是那个价值意识的内涵 还是不一样的 那孟子讲的这个活动的形式 其实就把所有的心理修养的功夫的模式 做了非常确定的定位 这种定位呢 就进入到了哲学的高度 那就比起孔子所说的 只是在日常生活上面对不同的弟子的一个 指导的建议 这个不同的策略 那意义就不相同 就是更哲学化 所以孟子是一个哲学化了 孔子的哲学 孔子的思想的儒家哲学家 好 所以我们定的这三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就是要讲 孟子如何去谈人性是善的 这不容易谈 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现象 都说明人会为恶 人会为恶的现象 要说明人性是善的 要怎么说呢 孟子有非常多的讨论 然后呢 怎么做修养功夫 那孟子有更多精彩的发言 但是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 行人证的政治哲学 那在这一部分呢 孟子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落实 可以说 中国的政治哲学的 儒家的道德政治 儒家的行人证 就是在孟子的文章里面 说清楚了 因为孟子常常跟君王在谈 应该要怎么样治国 治国的原理为何 是行人证 为什么要行人证 行人证呢 百姓就愿意到你的国家来 你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而不是透过战争 不是透过抢夺 来强化自己的国家 那这样子的 这个政治哲学呢 孟子建立了以后 基本上就建立了 中国两千年来的 政治上的理想 所以君王大臣 做官的 他的政治行为的目的 价值意义 就是孟子讲的这一套 那就不能够更改 当然大家都没有做到 大家都没有做好 所以王朝更迭 百姓还是非常的困苦 那这是现象上 但是呢 理想上跟理论上 那么就是孟子所建立的 这个政治哲学 那其实先秦哲学 先秦诸子 都是在面 绝大多数都是在面对 政治的问题 而建立起来的哲学系统 孔子本来就是 自己在做官的人 教导他的弟子呢 告诉他的弟子 如何做官 这就是一种政治哲学 那孟子 把这个政治哲学的理论 也这个落实的 这个更深 那么道家 庄子是因为他要 摆脱政治的控制 政治的束缚 那么他也讲出一套理论 所以他也是一种意义的 政治哲学 老子的哲学 根本就是君王领导者 如何有效 统治管理的哲学 所以老子的哲学 也是个政治哲学 所以先秦呢 这个 那就不要讲法家 那更是整套的 这个政治哲学 那么 所以先秦 朱子 很多学派 其实都是面对政治问题 对政治问题的 立场的不同 形成了 学派的 不同 这不是公共政策的不同 公共政策的不同 是合纵连横 国际政治的策略 但是 政治的理念 政治的目的 政治的意义 政治能够发挥的 效果 那这个 就是政治哲学 孟子在谈的 所以 因为这个材料 实在是非常好 那么所以就 要作为一个 讨论孟子的 重要的主题 那我给大家的 这个材料 有14页 可是我这两天 又重新挑选过 那么材料会少一点 因为有一些 就已经涉及到 人性论的问题 或涉及到 修养论的问题 那我们就下星期 下次上课的时候呢 再谈 那下次上课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新的讲义 但是这份讲义 还是要带 因为这份讲义 我今天不会 所有的材料都谈 那么会 跳着 比较政治哲学 重要的材料 谈 然后我们首先看 第一章 梁慧王上的 这一章 就是第一页 孟子见梁慧王 王曰 老先生 你 这个走了这么远的路 来找我 那么你有什么样 好的 这个方案 要讲给我听 能够对我的国家 有帮助 将有以利 无国乎 一开始就讲利 那孟子呢 就是 毅力之变 要 毅还是要 利 孟子就把这个 说清楚了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 你何必光想着 对于你的利益 你要想的是 仁义 的原则 仁义的价值 仁义才是更重要 仁义是什么呢 君王爱百姓 行人证 利是什么呢 君王得到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土地人民 那叫做利 王曰 何以利无国 孟子说 如果君王想的是何以利无国 那么大臣 大夫 就是想的是何以利无家 我在你的这个地方做官 对我的家族有什么好处 老百姓要想的就是 那么何以利无生 那对我个人 有什么升官发财的好处 如果大家想的都是利 就是叫做上下交争利 那这个国家就有危险了 为什么呢 大家想的是自己的利 而不是天下百姓的福祉 结果呢 就会发生万胜之国 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 就是大的国家 那么他的大臣呢 也是想到自己的利 就会抢他的财货 所以 士其君者必以千胜之家 千胜之国呢 士其君者必百胜之家 就下面会反抗上面 万举千焉 千举百焉 拿了这么多 这个 但是还是贪得无厌 还是要更多的去拿 苟为后裔而先利 不夺不厌 如果把义放在利的后面 那么就是利之所在 就能够背叛国君 能够弑君 而且呢 没有把他抢过来呢 还不会满足 所以 不要直接想着利 利是雇自己 要想着义 义是雇百姓 为有人而宜其亲 为有一而后其君 一个有人德的人 他不会不顾他的长辈 他的亲人 他做事情呢 要考虑到家人 所以呢 他会堂堂正正的做人 不会杀人放火 使自己生气凌悟 然后老爸老母亲 没有人照顾 所以他在社会上 就会是一个 有品德的人 为有人而宜其亲 为有一而后其君 一个人想着生命的意义 是有道义的话呢 那么他就不会背叛 他的君王 所以呢 梁慧王 国君啊 这个你应该要 仁义而宜 何必约利 利的结果呢 就是你自己也保守不住你的国家 利的结果呢 就是百姓爱戴民意 你能够长久地享有国家统治权 否则会被民众反抗 好 孟子健 梁慧王 出与人约 就是出来跟人家讲说 这个梁慧王呢 望之不识人君 就知不见所谓 什么意思呢 就看起来没有一个君王的威仪 然后呢 跟他相处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人没什么原则 没有什么值得人家敬畏的地方 他碰到我呢 开头就问 天下乌乌定 天下我怎么能够统治安定下来 那么我跟他讲说 定于一 定于一个 有能力的君王 就能够让天下安定下来 他又问 孙能一知啊 谁才有办法来统一天下 那这个君王问这种问题的意思 答案一定是君王他自己 但孟子不愿意这样回答 说不是杀人者能无知 不欺负百姓 不发动战争 不随便宰杀百姓 的人呢 才能够作为这一个统一天下 安定天下的人 那这个君王又问 那不是杀人 那谁愿意把天下给你 他不怕我 他跑掉了 我不杀他 谁愿意把天下给你呢 孙能一知 孟子就回答 天下莫不于也 如果你是一个不是杀人的君王 就是你爱百姓的生命 你要照顾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生活非常好的话 百姓就喜欢留在你的国家 就会把自己呢 交给你 让你来照顾 所以你会得到更多的人民 更多的土地 天下莫不于也 王之府苗乎啊 那个不管是麦 还是稻子的那个 稻苗或者是麦苗 七八月之间 这个没有下雨 非常的干 所以呢 田里的苗呢 就枯稿了 这就是百姓没有被人家照顾 日子过得非常的困苦 好 假设天油然作云 突然呢 心云不雨 那么有了水 结果田里面的苗呢 勃然心之矣啊 这就表示说 有君王来照顾百姓 人民生活就好起来了 人民生活好起来 他当然愿意待在这个地方 那个麦苗 稻苗 有了水分 他当然应该就 当然就长得很好 其如是谁能预知啊 谁能够挡这一些百姓 来你的国家居住 谁能够挡住这一些 麦苗 稻苗 能够丰沛的健康的成长 金服天下之人目 人目就是君王 这个我们是牧牛 牧羊 牛群羊群 一个人就能够 这个管理整群的牛羊 那么一个国君 就能够管理全国的百姓 所以人目指的就是国君 天下之人目 未有不是杀人者 天下的国君 随意宰杀百姓的生命 天下的国君 带领自己的部队 去跟别人家打仗 自己的士兵也死亡很多 等于就在杀人 未有不是杀人者 所以呢 假使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国君 不是杀人者的话 天下的老百姓 都抬头仰望 喜欢他 尊敬他 来到他的国家 做他的子民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明归之 有水之旧下 水一定往下流 人民一定 一定要去到 安居乐业的地方 富庶繁荣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有国君照顾的地方 所以人们自己会来了 佩然 谁能预知 谁能够挡他 所以这是孟子所讲的 很清楚的 这个国君的 这个政治哲学 好 我们看第七章 金王发证诗人 就是行人证 使天下想要做官的人呢 都想要在你的朝廷上做官 想要耕田的人呢 都想要在你的土地耕田 想要做生意的人呢 都想要在你的国境之内 城市之内 来做生意 把他的财货 放在你的国家 这样子 想要这个旅行的人呢 都想要到你的国家里面来旅行 因为这里是安全的 不会任意逮捕百姓 抢夺百姓的财产 天下那一些怨恨自己的国君 的百姓 都会想要来你这个地方 向你诉苦 希望获得你的庇佑 你的照顾 那如果是这样子 谁能够挡得了天下人 来你的国家 做你的百姓呢 国君要的不过就是 人口众多 土地呢 这个越来越多 然后呢 这个富裕繁荣嘛 但你如果用抢夺的方式 用战争的方式 用这个宰杀人民的方式 结果大家都只想要跑掉 你不是杀人者呢 结果变成大家都想要来 因为别的地方 都是会杀人的国君 好 那君王说 无婚不能禁于事宜 哎呀 我过去不了解这个道理 希望孟老夫子呢 你能够让我更清楚地明白 教导我 让我学会 我虽然不聪明呢 那我愿意来实践 好 那么就是给他一些方法 好 那么孟子就再把这个道理 说得更清楚 下面这句话 对任何时候 任何团体都是有用的 无恒产而有恒心 者为事为能 若名无恒产 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 仿辟邪耻 无不为已 极限于罪 然后从而行之 是网民也 没有 那个安定的家庭生活 没有土地 没有金钱 一无所有的 无产阶级 什么都没有 而能够有一颗 稳定的心 能够在这个国境内 城市里面 这个奉公守法的生活 过日子 这是不可能的 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只有有道德的知识分子 才做得到 这个回 一单四 一飘饮 人不堪其乐 活也不改其忧 但是普通人就不行了 我如果没有饭吃 我很可能就去 做强盗 所以呢 人民百姓 没有恒产 吃不饱 穿不拿 他就没有向上的 道德的心 因无恒心 是因而 所以就 不会有恒心 如果没有恒心 没有道德心 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性 那什么坏事 他做不出来呢 仿辟 携耻 无不为宜 去偷 去拐 去抢 去骗 当他做了这些坏事 犯了法 你把他抓起来 然后施以刑罚 这样子的话 是你自己在欺负自己的百姓了 因为他 根本上是因为 他活不下去 怎么焉有人人在位 怎么可以有 有仁德的君王 做国君 而能够这样子 欺负自己的百姓呢 所以 明君 致民之产 一个 有为的国君 为百姓呢 首先要 让他安居乐业 安定他的生活 房价不能够高的 买不起 让大家都能够有房子住 能够呢 照顾自己的父母亲 养族以恃父母 辅族以婿妻子 能够照顾自己的妻儿 妻子儿女 然后呢 在好的年代 什么好的年代呢 就是这个 没有天灾的时候 没有人祸的时候 叫乐岁 没有天灾人祸的太平盛世 他透过君王的有效的管理 百姓自己勤奋地工作 终身保啊 不会没有饭吃 一旦休年呢 天灾人祸的时候 也因为有好的君王 在带领 在管理 在照顾 在庇佑 至少可以免于死亡 日子艰苦 还活得下来 愿意跟国君一起 这样子 那么 如果是这样子 来照顾百姓的话 屈而之善 故民之从之也 亲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来教导他 仁义理之 民理义之廉耻 这些教话 这些读书 那么人民很轻易地 就愿意跟随你 接受你的教话 但是呢 如果一个国君 致民之才 你让百姓的生活 他没有钱 不足以示父母 没有钱 不足以照顾自己的妻子 儿女 就算没有天灾 人祸 他还是一辈子辛苦 赚那么一点点钱 没有办法 有品质的生活 那么一旦天灾 人祸了 凶年了 那就不免于死亡 命都没有了 那我既然命都没有了 那我就跟你拼了 我就犯法就好了 所以呢 死为救死 而恐不沾 西匠治已沾 在这种凶年不免于死亡 勒碎终生苦的时候呢 他救死都还来不及了 因为他保护他自己的生命 哪有时间跟你谈仁义之 谈艺术 谈音乐 谈教话 谈道德 谈仁义 所以你要跟他谈道德仁义 首先必须要让他 能够有日子 能够过得下去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治理天下 何不反其本 反其本就是行人证 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让百姓能够这样过程 无母之宅 树之以桑 就有桑叶 就养产宝宝 就土丝 就织丝绸的衣服 五十岁以上的年纪大的老人呢 就能够有好的衣服 可以穿啊 鸡臀 狗制啊 臀这是小的猪 制是比较大的猪 鸡啊 狗啊 小猪 大猪啊 各种的家禽家畜啊 无事其时 让他们有时间 可以在家里养家禽 养家畜 这样子 然后呢 七十岁的老人家 身体需要进补 就有肉 可以吃了 百姆之田 污夺其时 夺其时就是 你要把它抓去 为公家做劳役 所以该播种的时候 没有时间在家里播种 该收成的时候呢 人也不在家里 没办法收成 那么 那么 这样子 就 没有粮食 可以吃 你污夺其时 让他 该种田的时候 种田 该收割的时候 收割 农咸的时候 去做国家的劳役 那么他就 家里就有粮食 可以吃 八口之家 不会饿到 然后呢 仅详续之教 就办理各种小学 各种的教育 这个时候呢 生之以校涕之意 这时候就可以告诉他 忠孝仁义 这一些 校涕的 礼义的 道理 那么 使得人们 知道 在家孝顺父母 在外呢 服务社会 尊敬长辈 年纪大的人呢 在路上 挑着很重的东西 在走的时候呢 有人会去帮忙 或者根本就不会让 年纪大的人 还需要为了自己的生计 还在道路上 很辛苦地 背着很重的东西 因为他的子女 能够照顾他 老者衣薄 持肉 黎明就是百姓 不饥 不寒 那这样的一个 国境里面的人民呢 一定是快乐的 愿意待在这个地方的 对他们的国君呢 是感谢的 如果有外敌入侵呢 会愿意跟自己的国君一起 抵抗外武 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称王 就是一个好的国君 然而不忘者 为之有也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能够把国家 治理得很好 好 我们再看 就接着看下来 梁慧王的第八章 齐宣王问 汤访节 武王法咒有诸啊 作为国君 看到这种事情 气得不得了 反而不是我们在教科书上 读到的 这个商汤推翻夏节 武王呢 推翻这个商咒 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可是呢 从节跟汤的关系呢 节是君王 汤是臣 咒跟武王的关系呢 咒是王 武王是臣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成士齐群啊 汤访节 武王法咒 有这种事吗 孟子说 历史记载上 确实有这种事情 所以齐宣王说 那不就是成士齐群吗 成士齐群 这是你们儒家的道理吗 这话 说得非常的重 可是孟子的回答呢 非常的清楚 贼忍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惨 贼忍者就是 你应该行人证 但是你没有行人证 贼义者呢 就是你应该照顾百姓的生活 但你没有照顾百姓的生活 所以你就是贼 你就是惨 惨贼之人 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匹夫 流氓 这样子 文诸一夫咒以 未闻弑君也 也就是说 咒已经因为残贼百姓 使自己丧失了 道义上作为君王的资格 因此 武王发咒 只是文诸一夫咒以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 这个坏人 而不是一个 能够行人证 行人意 照顾百姓的国君 所以一旦国君没有照顾百姓 你就丧失了道义上作为国君的身份的价值 人民对你的定位 你只是残贼之人 不是我们的国君了 这些都是政治哲学上的讨论 讲给国君的话 好 我们继续看第十章 齐人发艳 来攻打艳国 打赢了 齐先王 齐人 齐国国君非常的 志得意满 很高兴 跟孟子谈 他说 有人叫我不要去打 有人叫我去打 其实燕国也是个大国 我也是个大国 其实他在国力平等 万圣之国发万圣之国 五旬而举之 几十天的时间就打下来了 根本按照一般正常的道理来看 不可能这么轻松的 人力不至于此 既然是这么轻松 那就表示说 根本搞不好 就是天 要我去把他 这个攻打 把他抢夺下来的 不娶必有天殃 那么 娶之如何 所以呢 那我就拿 有什么好不拿的 这么轻松就打下来的战争 如果要打个几年 大家都这个 国力都衰竭了 战死了很多人 还不相上下 这种战争就是不应该打的 没花几十天的时间 稀刷吹枯拉续就打下来了 那如果我不打的话呢 恐怕我自己会有栽秧 所以我就取了 大可就把他给取下来 对于齐国 国君而言 他看到的只是一种 力量的消长 看到的只是自己的 利益的获得 孟子在看这一件事情 看到的是百姓 看到的是行人证的道德价值 所以跟齐宣文讲 不是你的思考这样子 取之 燕国的人民快乐 则你可以攻打他 所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而不是站在国君自己的利益 抢夺的立场 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 武王发咒 丹四湖江 以淫王师 大家乐于接受 那么这个就是 应该要去攻打的 取之而燕民不悦 则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文王一样 受到这个伤 国君的这个欺压 可是呢 才刚刚开始 商朝的人民呢 还保存着对国君的敬意 这个时候 你如果发动战争的话 这个商朝的人民 其他国家的人民 不会支持你的 一直要等到 商咒 道行逆施 天怒人怨 举国皆约可杀之 武王发咒 那么 因人乐意接受 这个时候呢 那才是你可以 发动战争的时候 以万圣之国 发万圣之国 丹四湖江 以淫王师啊 看到你的军队来了 大家带了食物去 犒赏你的军人 岂有他灾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他们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要 躲避水深火热 如果你来了 水一深 火一热 那人家不会 单四湖江 以淫王师 就是你不来 他们会水一深 火一热 人家就盼望你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 民心向背的问题 所以孟子 谈这件事情呢 从什么 人民的需求上 谈 习宣王谈正义性 从什么 从他自己的利益上谈 所以孟子是告诉他 国军的意义 统治者的意义 目的 国家的目的何在 好 第十五章 这一章 也非常深刻 他在说明 这个 周朝 周王朝 之所以能够 起来 的原因 那么这是跟 滕文公的一段 讨论 滕国呢 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滕文公问说 我是个小国家 我非常 这个尽心尽力的 侍奉周围的大国 这个小心 谨慎 不敢得罪 可是呢 他们还是 不断的要来骚扰我 欺负我 侵略我 根本就想把我给吃掉 把我给灭掉了 结理与世大国 则不得免焉 我还是无法免除 担心受怕 被攻打 被吞灭的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 我该怎么办 孟子给了他一条路 这条路呢 就是周朝的 这一个 文王武王 他们的先祖 他们曾经 面对过的 一个局面 他们处理的很好 在大处着眼 好 袭手代王 居兵 这个文武 他们的这个祖先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旁边有野蛮民族 侵略 敌人 亲之啊 那么 我给他 金银 财宝 给他 疲弊 他不满足 没有办法 还是要来侵略 给他 全马 畜生 没有办法 他还是要来侵略 不得 免焉 给他 贵重的 金银 珠宝 还是要来 签约 侵略我 那我就明白了 其实他要的 就是我的土地 要把我赶走 就对了 来 主其 祈老 而告之 约 就对国境里面的 士生 老人家 有这个 威望的人士 来跟他们讲 说 敌人要的东西 就是我的土地 我听说 君子不以其 所以养人者害人 这句话很深刻 所以养人者 土地 是所以养人者 有土 有土地 才能够照顾百姓 君子不能够 拿我们照顾百姓的东西 来害 土地是要照顾百姓的 可是呢 如果我拥有这块土地 旁边的野蛮民族 会发动战争 那就等于 为了我自己拥有这块土地 而害了我的百姓 必须面对杀戮 所以 君子不以其 所以养人者 害人 既然如此呢 既然是养人 那就要落实养人 不可以害人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我要放弃这块土地 我不要再在这个地方 行使我的统治权了 我要拱手让人 因为我打也打不过他 他比我强大太多了 二三子 你们这些人 不用担心 没有国君来领导 我呢 将要离开你们了 就离开了兵 翻越了梁山 住于祁山之下 就倒了很远的地方 到现在的 这个陕西 现在的这个 咸阳 这边这个地方 当地的人们就说 这是一位 有仁德的国君 我们不能够失去 这样的一个国君 于是乎呢 很多人就跟他一起走了 纵之者如归室 那市场里面 市集里面 人很多 大家都好像跑到市集里面 很多人都来了 当然 也有人 留在家里 没有跟随他走 因为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 世世代代 足足备备 留给我们的财产 我们必须 好好的守住啊 非身之所能为也 笑死而去 不是我能够 这个做选择 我不能做选择 我没有得选择 我还是得留在 这一块土地上 即便可能会碰到 这个战争 那我还是不能够 离开这块土地 所以我要跟随这块土地 但是更多的人呢 要跟随 这一个有人德的君王 那么就跟这个周朝的 这个祖先们 到这个祁地 祁山之下去了 君请择余思二者 国君啊 你呢 就在这两个方案里面 选择一个方案吧 什么方案呢 就是你就留在这块土地 笑死乌去 但是呢 你可能会发生战争 或者 你就离开这块土地 把这块土地的统治权呢 让给别人 那么 这样一听 没有任何一个君王会让 通常就是留在这个地方 但其结果呢 就被别人吞并了 大约就是这样 能够让掉自己重新的 这个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生活圈 新的这个国度 新的国家 这是有大智慧的政治家 才会做的事情 那么 周朝的祖先呢 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跟 腾文公 小国的国君 做了这样的建议 那你说他 结果是怎么样选择的呢 当然应该就留在那个地方 不久之后呢 那也就没有了 自己的国家了 好 那么 下面这一章 我们给他跳几段 因为上面那些都是属于我们 后面两个主题 才要谈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给他跳几段 到应该是第四页了 宰我子贡 这个地方 好 前面讲的都是个人修养 所以我们跳到后面的 这个章主题再谈 我们看这里 宰我子贡 善为说辞 他们的口才很好 可以做外交官 染牛名子 言冤 善言德性 他们的品德很好 让他们当老师呢 可以把学生教得很好 孔子呢 是这两种能力都很强 但是孔子却说 我于辞命 这个辞呢 就是外交的这个口才 命呢 就是德性 我于辞命 则不能也 孔子却自己说 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 做得很好 可是呢 孔子不是 这个 圣人吗 那为什么孔子说 这个我于辞命 不能也 好 那么孟子就来讨论 这个问题 乌是何言也 这话问错了 不能这样看这件事情 以前 子供问孔子说 孔子 孔子谦虚的说 圣则无不能 我不过就是 学不厌 教不倦 那子供就反应很快 一个学不厌的人 必定是大智慧的人 一个教不倦的人呢 必定是一个 有人德的胸怀的人 因为呢 这个不奋不齐 不菲不发 我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碰到 明顽不灵的子弟 那就会想放弃 为了我自己 我干嘛那么累呢 但是教育不是为了老师自己 而是为了学习者 所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习者 只要学生愿意学习 老师呢 不会因为自己的条件状态 而这个放弃教育的机会 所以教不倦 教不倦就是人德的胸怀 才做得到的 孔子学不厌 教不倦 就是智且人 人解智 因此孔子呢 这就是他作为圣人的条件 作为圣人 不过也就是这样子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 孔子有承担自己是圣人 并不是没有承担 他说的是谦虚 可是他把真正的 圣之所以为圣的 本质说出来了 就是学不厌 教不倦 好 习者 窃文之啊 子下子有子章 皆有圣人之一体 学生又继续问 他们呢 他们都有圣人的一部分的特质 是 人流明子 原源 具体而为 他们呢 是有所有的特质 但是呢 程度没有那么饱满 就这样 具体而为 那请问 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孟子说 我懒得讨论这些人 我们先不要讨论这几个 先割下 讨论别的人 好 那学生就问 那薄仪 伊尹怎么样呢 薄仪 伊尹就 社会地位是更高的 薄仪这个 是可以做君王的人 伊尹呢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宰相之人 他的这个 影响力都比 孔子的这些弟子 要高得太多了 那孟子说 不同道的话 非其君不适 非其民不适 就是说 薄仪跟书伊尹呢 他们两个类型是不一样的 一个类型呢 是 非其君不适 非其民不适 智则尽 乱则退 薄仪也 所以呢 这个 智则尽 乱则退 薄仪也 一定要好的君王 那么我才来 这个 为他效命 那么 一定要百姓 接受 我的教化呢 那么我才来教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 君子的 不义不娶的 形态 很连结的 形态 那么 这个 伊尹呢 又是另外的 一个形态 就是 不管 国君 好坏 不管 百姓 善良 还是 我呢 就是要来治理天下的 所以呢 何事非君 何事非民 没有我不能效命的君王 没有我不能够带领的百姓 天下大志 天下大志 我也是出来承担责任 天下大乱 我也是出来承担责任 这就是伊尹的性格跟做法 所以他们两个性格不同 做法不同 所以说他们这个不同道 好 这两个人的类型呢 对孔子来说呢 是兼具 没有说非怎么样 可以事则是 可以指则止 可以久则久 可以素则素 孔子也皆古 所以这是孔子的形态 没有说条件不好 我就不做 或者是 不管什么条件 我都做 而是把状况看清楚 有些状况是该做 有些状况呢 就不该做 他们两个 这个都是古圣人啊 古未能有形焉 乃所愿 则学孔子也 这些人呢 都是古代的圣人 我是没有机会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我是像孔子这个类型的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该做就不要做 而不是 这个 像伊尹的情况 像薄仪的情况 也不是像伊尹的情况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